听众朋友 上文书我们说到公元960年 赵匡印建立了北宋 从960年咱往前推 也就是说从公元907年到960年 短短的50多年时间里 这个中原大地像走马灯一样 更换了五个朝代 一共有13位君主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最长的有当十年皇帝 最短的当了一年多的也有 在这五代的更换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特点 除了李克用李存旭父子 是用武力打倒后梁的政权以外 其他的新天子 都是前朝天子手下的一个重臣 或者说是一元武将 以武力相逼 用所谓的善让方式夺取了政权 也包括北宋的建立 赵康印陈桥兵变兵不雪任得到政权 建立了大宋王朝 其实这个方式方法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赵康印一坐到皇帝宝座 他也有担心 现在有这么一种怪圈现象 都有这种现象 自己手下的这些大将有权势掌握重兵的 然后推翻君主自立为王 赵康印手下也有这样的大将 那这些重臣当中 你知道哪位能冒出一个赵康印来 也许明天冒出个李康印来 这玩意也有可能 那很有可能给他黄袍加身 我就成了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君王 这可不行 这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够跳出这个怪圈 怎么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人说对呀 你问了我们半天了 怎么解决呀 您别急 这讲书啊 咱就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赵康印打下江山 而且据听说赵康印当时打下江山的时候 一共割仨 赵康印赵光义赵光美 仨人 而且在宋史上有记载 怎么写的呢 说这个建龙二年的六月 杜太后病危 临死之前 告诉这个宋太祖 告诉赵康印 说你死之后 要把王位啊 传给你二弟赵光义 赵光义之后 再传给赵光美 赵光美之后 然后再传给你赵光义的儿子 这叫弟记兄位 弟弟继承兄弟的位置 那说历史上有这么继位的方式吗 不都是长死继位吗 哪有弟弟继承哥哥的位置的 也有 比方说三国年间的孙权 孙权记成谁的位置 小霸王孙策 是父子吗 不是 而是兄弟 再往前说 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 吴王寿梦 临死之前 把王位想传给老四记扎 可是老四坚决不受 没办法 老大继位 老大继位之后 哥几个就研究 说我死之后传给老二 老二死了 赶紧给老三 老三死了 就把这王位给老四 我们呢 也就心安理得 这也是哥哥死了 弟弟继位的这种说法 所以说赵光义 现在也实行这种 弟继兄位 这不是头一个吃螃蟹的 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也有之 可是结果出了问题了 开保九年十月十九 赵匡印这病情更加加重了 到了十九号的晚上 他把赵光义给找进宫来 也有人说 说当时赵匡印 没想找这赵光义 想找自己的儿子赵德芳 结果这个太监 有个姓王的太监 临时给做了个主 没找八王千岁赵德芳 把这赵光义给找来了 这时候 就见这哥俩呀 把所有人都打不出去 俩人单独在这研究室 在这竹影之下 一会儿见这赵光义站起来 一会儿又坐下来 一会儿好像看见宋太祖赵匡印 拿着这个金斧 或戳那地板 当当 还听见赵匡印歌里面说 好为之 好为之 就是好做 好做 结果四经天 快到五经天的时候 太祖死了 死到万岁殿上 不是有那么句传说 叫竹影府生千古之谜 很多人都说 说这赵光义呢 本不该死 还能多活一阵 结果呢 是这赵光义 拿着这金斧 把他哥给杀了 这叫竹影府生 当然 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竹光府影 是说这个赵光义呀 事先都准备好的 给安排完 那么历史上 关于赵光义 还有一种说法 叫金贵之盟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也是一种传说 据说赵光义 以弟弟的身份 继承兄长的地位 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思 说这个杜太后啊 临死之前 曾经对着赵光义讲 说如果后周 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 而不是那个八岁的孩子 你怎么会有今天的位置 你和光义呀 都是我的儿子 你将来呀 就把地位呀 传给他 国有掌军 才是设计之纲 赵光义是连连点头 儿臣遵命 于是把这个宰相赵普 给找来当着面 把这些话都写到纸上 封到金贵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金贵之梦 也就是赵光义 凶死地级的合理根据 这得找一个根据 为什么我哥死了 我继承地位呀 看见没有 这个 这就是最好的说明文件 后来老三赵光美 也想当皇上 结果等不及了 四杀这赵光义 结果没四杀成 自己郁郁而终 老三死了 等到宋太宗 也就这赵光义年老的时候 这个王位传给谁 本应该传给他兄长的儿子 也就是赵匡印的儿子 所谓戏曲和小说当中的那位八王赵多芳 结果他没有 给谁了 给了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三弟赵衡 为什么给他 据说这赵光义也选了选 找了一个看风水的项面 把他所有儿子都给找来 让这个看风水算卦的给算算 其实这些皇子当中 这个赵衡可没来 那又说 怎么没来的 反倒最后当上皇帝 成了太子 这算卦的一看 说陛下您这么多皇子 没有一个有帝王相 赵光一听啊 觉得很不高兴 算卦的又说了 陛下我看您的皇子赵衡 颇有帝王之相 赵光一听说不对啊 他没来啊 没来 你没看着 你怎么说他有帝王之相 陛下 赵衡虽然没来 可是他手下的侍卫来了 你看这些侍卫都是将军宰相的面相 他手下人都这样尊贵 何况他 他将来必定有帝王之气 有帝王之命 所以这个赵光一就把这王位啊 给了他这儿子赵衡 结果这样一来 给自己惹了麻烦了 您听那个京戏 或者说听听书三峡武艺 当中有一段叫 狸猫换太子 说这个三帝真宗赵衡 没儿子 结果呢 狸猫换太子 把自己那真儿子给掉包换走了 谁给捡着了 八王千岁赵德方 赵德方赵匡印的儿子 这个赵德方捡着了 可是不大想还回去 到头来想把自己的儿子给还回去 为什么这样呢 这里面也有原因 这话呀还得打着赵光义说起 赵光义继了王位之后 你想人家赵德方 也就是赵匡印的儿子 人家能乐意吗 人家自然不乐意 结果到头来 贺后领着自己的儿子上殿骂君 不是有出戏叫贺后骂殿 骂这个赵光义 用一种不光彩的手段 谋取了本来应该是赫后儿子的皇位 这顿骂 结果这个赵光义也没让帝位 逼得赫后的长子当场碰殿柱儿亡 在这种情况之下 赵光义只好大封赫后母子 赐给赫后天资宝剑 让他在养老宫当中 监管昭阳后宫 并且一日三次前去问案 他的儿子赵德方 封为八千岁 差两千岁 就是万岁 赐给他金简 上殿打军 下殿打臣 管着文武满朝 这就是八王千岁赵德方 当然这是戏曲和小说当中这么演 那么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赵光义继位之后 封这个赵德方 为山南两道节度史 其实你看和这戏曲上 就不大一样 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这一说呀 这话就长了 翻回头 咱还说这个赵光义 赵光义一想 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五代十国 帝王更换频繁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消除这种动乱 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于是乎就把这赵普给找了 跟赵普一商量 说你有没有好办法 赵普说 陛下呀 臣思量已久 随行以后战乱不息 天下不安 数十年间 朝代更迭 皇帝变换 臣以为 并在将权众 而军权清也 所以 朝代才有更迭之说 朝代才随着 军权之得失 而更换 皇权 随着军权之有无 而转移 不知陛下 以为然否 哎呀 爱卿与朕 想到一块 俩人想到一起了 于是乎这赵光义 开始盘算 自己手下的这些重臣 比方说 后周的大将 慕容 延昭 这人掌握重权 把他的官职 罢免 派到外地 当了个节度使 再比方说 韩令昆 也给他 给撵走了 也当了个节度使 只留下他的亲信 使手信 掌握重权 赵普一看 这不行 这这事没有办干净 这怎么能行 于是跟赵光义讲 说陛下您呢 还得把使手信给换掉 赵光义一听至于吗 他可是我的好弟 好兄 我相信使手信 绝不会背叛我 陛下 问题不在于使手信本人 使手信等人能力有限 没有驾驭天下的才能 将来有一天 他的部下一拥而起 恐怕他们也会身不由己 陛下您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也罢 过了几天 找了一天晚上 赵光义呢 就把这些人呢 都给请来了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赵光义一摆手 小太监们都下去了 赵光义是以酒盖脸 诶 诶 诸位啊 我今天之所以生作九龙口 能有帝王之位 全靠诸位的努力 不过你们哪里知道 当个天子太难了 还真不如过去当节度使那样 我是逍遥自在 而今天我做了皇帝 反倒没有一天晚上我能睡好觉的 使手信呢 也没多想别的 陛下 如今陛下以灯大宝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唉 朕这个位置 谁不想坐啊 谁瞅着不眼红啊 呦 大伙一听 这这这话可话里有烟呢 陛下 现在天下已定 谁敢对陛下存有二心 哦不不不 朕不是这意思 诸位 都是朕的朋友 现在呢 是朕的属下 朕一百二十个相信 你们绝不会心存二心 可是你们谁又敢保证 你们的部下不这么想 你们的部下如果追求荣华富贵 有一天把黄袍配在你们身上 你们不想做皇帝也不行 到那时拖下来也有罪 不拖也有罪 恐怕不造反都不行 十手信等人一听汉流甲呗 怎么下来 连忙跪在地上 磕头有如鸡千碎米 陛下明鉴 我等对于陛下 我等对于陛下忠心不二 不过对于属下也的确把握不住 我们还真不敢保证我们属下都是怎么想的 也从来就没想到过有这一点 请陛下明示 陛下您给我们出个主意 赵匡印一看时机成熟了 诸位 人这一生有如白居过系 时光飞逝 人应该追求荣华富贵 不如你们多攒点钱 然后安享余年 让你们的子孙也过上好日子 如今诸位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 朕替大家打算 不如把兵权交出来 到地方做一个节度室 做个小官 买点好地盖个大房子 然后为子孙建立家业 自己的买点歌迹 舞女天天饮酒作乐 吃喝玩乐 这不是更好吗 你我过去是好地好兄 现在我们再结为儿女亲家 大家彼此都安心 不比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要好得多 一句话典型梦中人 十手信等人连连谢恩 第二天一早 这些人连名尚书 有的说自己生病了 有的说自己想家了 总而言之 给自己找理由 请求交出兵权 赵匡印是一一提准 然后论功行赏 给了多少金给了多少银 就十手信还不错 留了个官职 叫侍卫都指挥使 其实这是个虚职 有官位无官权 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士兵权 什么叫侍 就是解除 你看这赵匡印 加强军权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方说 取消了殿前都点减 然后赵匡印设立三崖 还有疏命院 二者相互制约 同时下令 五官调离军职 改以文官统领军队 同时还频繁的调动军队 使得这个军队没有固定的驻地 又经常调动这些将领 没有固定的统帅 造成了一种兵无常帅 帅无常师 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的一种局面 所以说这样一来 加强中央集权 可同时也有个隐患 那就是宋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 为什么后来在幽州一战当中 宋王朝败的这么惨 和这个也不无关系 当然幽州一战也得说 萧燕燕那是女强人 辽国的女首领 辽不得 那就说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文再说 咱们下文再说 什么 优优独播 baj